3月21日,据相关业界人士表示,国税局派遣调查官到胜利业店的办公室进行扣押搜查,在业店三周停止营业没有申请破产的情况下,被怀疑有逃税问题。 有媒体报道称,胜利业店在去年2月与3月的销售额中,有6亿8千多万韩元约人民币403万元没有申报,也有漏税20亿韩元以上约人民币1200万元的企业所得税的嫌疑。 但是该业店没有取股50%以上的股东,很难向谁收取税纳税金。